银行公布取款业务迎来新规 现在已经有不少银行开始实行了 今后取款的方式变了 此前仍然是到银行取款的储户要注意了 究竟变成啥方式 2022年存取款规定迎来新规定 3月1日起个人存取5万元以上现金要登记 另外部分银行取消小额账户管理费 年费 部分民营银行停止办理现金业务 2022年存取款规定迎来新变化 正所谓击鼓防击防患未然 中国人是全世界最爱存钱的 目前中国的储蓄率高居世界第一 所以存取款规定的一些变化 也是非常受关注的 在2021年存款利率上限改为基准利率加基点 长期存款利率下降之后 2022年存取款规定继续迎来一些新变化 值得关注 众所周知 以前现金存取款单比超过5万元 属于大额交易 金融机构是要进行报告的 2022年3月1日开始 存取现金超过5万元还要登记了 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 为自然人客户办理人民币单比5万元以上 或者外币等值1万美元以上现金存取业务的 应当识别并核实客户身份 了解并登记资金的来源或者用途 取款自由 但这是建立在实名制基础上 所以 要核实身份并登记 但是登记在实际执行中 并不会影响大家存取款的便利程度 因为 央行说了 正常情况下 不需要客户自己填写信息 也不用提供证明材料 银行在简单询问了解后 即可直接为客户办理现金存取业务 并登记相关情况 也就是说 真正登记的是银行 不用客户自己填表 社会变革是时间不断向前推移的产物 货币有被合同渐渐变成纸币 纸币渐渐变成虚拟的数字货币 从以前的真金白银 变成了现在看得见但摸不着的数字 从小小的货币中 就可以看出社会的变革速度之快 程度之大 新生事物自然会引发新的社会变革 看似普通的取款业务 看似快捷的刷脸服务 就是在装饰着我们的生活 正在乘着数字的快车飞速的向前发展 早年间 由于银行业务十分繁忙 为了方便更多人及时办理业务 很多银行都购买了大量的ATM机 但是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 当前的ATM机也开始淡出了我们的视野 ATM机的价格也一再下降 从最开始的30多万元 一台下降 到了如今只需要5万元钱左右 对此我们也很好理解 毕竟在移动支付普及之后 ATM机的优势越发的淡化 银行为了减少开支 将其撤销也是在所难免的 现在的银行营业厅的贵源在不断的减少 业务窗口更是有所缩减 但即便如此 也很难看到年轻人排起的长队了 这点和之前几乎是天壤之别 现在的营业厅只有零星的一些老人 去办理的也一般是福利保障类的业务 就连自动取款机前 都很少有人办理存取款业务了 其实这样的情况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移动支付真的是方便了人们的生活 为了可以让银行的运营成本减少 所以很多银行都已经把ATM机给撤掉了 而且为了可以能够继续去运营下去 在ATM机上也做了一些调整 例如现在ATM机设置了刷脸功能 如果要是有人想去办理一些业务的话 而且还没有拿身份证 那么就可以通过刷脸的方式办理业务 对此 GM机在被盘活 刷脸取款已在执行 获得老年群体拍手称赞 而这项服务不但会接老人 不少年轻人也感受到了它的方便 因为现在年轻人习惯手机支付 已经很少有人还有携带钱包的习惯了 但生活中总有避免不了的要使用现金的时候 那么没带钱包 没带卡的年轻人就会发现 面部识别真的十分的便捷可靠 科技改变生活 而自动取款机的升级 也让银行的业务得以有所提升 也让不少的用户广为赞叹数字时代的到来 在大包括福特改变的所有人的生活 从沉重的金属货币到一破损已丢失的纸币 变成只是数字的电子货币 这一切的发生看似不可思议 却又在情理之中 银行业务逐渐数字化 为百姓带来说不尽的好处 但也有着难以名状的弊端 随着数字技术普及 出行只需一部手机扫码支付方便快捷 快递除了支付速度 还有快速干瘪下去的虚拟钱包 这就不得不提到 还没有学会理智消费的90后 00后 月月都是负积蓄的 他们似乎只沉浸在这快速支付的享受中 而网络自己虚拟钱包早已空空如也 甚至是债台高筑 理智消费在当下才是王道 我国传统奖应不吃卯粮 虽然传统的消费观 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今的社会 但对于过度超前消费的年轻人 适当控制提前消费终究不是坏事 此外 刷脸功能的推出也得到了部分年轻人的支持 因为虽然移动支付已经十分普及 但是生活中还是有很多地方 必须要使用的现金 而如果这是手中没有充足的现金 又没有携带银行卡 ATM机的刷脸功能便十分方便 所以在ATM机推出了这项功能之后 银行的客流量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而这个功能也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支持和欢迎 自从有了刷脸功能 老人们再也不会为拿不到养老金而发愁了 还有就是银行有了刷脸功能以后 很多年轻人也比较支持 虽然说现在移动支付非常的便捷 可是在生活当中总会有需要现金的地方 如果要是手里既没有现金 也没有带银行卡 那么可以通过ATM机刷脸进行进行取款 所以自从ATM机设置了刷脸功能以后 银行的客流量比以前大了很多 而且很多人都是非常支持的 但其实这样的升级还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在生活中大家还是以手机支付为主流 因此这样对我提升就十分的有限了 因此自动取款机现在又增添了另一个服务 就是可以直接提取我们社保卡里的钱 现如今我国的社会福利保障已然比较完善 不少人也需要使用社保卡里的钱 因此这一服务的添加是相当惠民的 其实ATM除了办理日常业务以外 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如果自己有社保的话 那么可以自动提取社保余额 移动支付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 但是最终还是以货币为基础 所以一时之间银行并不会被其他机构代替 ATM机也不会被淘汰 就是因为出现了刷脸的功能提高了ATM机的使用率 ATM机的厂商当然是非常高兴的 所以说在ATM机功能方面仍然是不断的完善当中 因此让更多人使用ATM机 ATM机的生产商以及银行正是由于看到了 目前市场上仍然存在对ATM机功能的需求 所以才选择继续在ATM机上做出投资 不断丰富其功能来吸引人们使用ATM机 这样不仅能够给顾客提供更好的体验感 同时也能够增强人们的欣喜 人们到银行办理业务的次数也会受到影响 有所提高 近日对广大国人而言 要注意的是银行的取款业务迎来了新规 而这一新规的出现 也是属于银行为了积极应对市场变化 而做出的新调整新变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那就是当自己需要到银行取款的时候 竟然发现自己忘记带银行卡 相信这种情况在社会上见的频率还是挺高的 因为小编自己曾经就遇到过这种情况 那么大家的第一反应 是不是觉得自己又要再多跑两趟才可以取款 顿时觉得心情极为不假 以后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也不用担心了 因为银行取款的新规 就是为了方便这一类人群的 根据银行取款最新规定 如果大家到ATM机进行取款 却忘记带银行卡 可以通过刷脸来完成取款 什么时候银行也变得这么潮了 居然可以通过刷脸来完成取款 没错 只要刷脸成功 就等同于身份成功 也可以直接在ATM机中完成取款业务 而这项服务不但会及老人 不少年轻人也感受到了它的方便 因为现在年轻人习惯手机支付 已经很少有人还有携带钱包的习惯了 存取款离不开银行卡 2022年 一些银行宣布取消了年费 小额账户管理费等费用 给储户带来真金白银的降费利好 能省一些钱了 其中自2022年2月1日起 中国银行取消个人借记卡年费和小额账户管理费 当日起不再收取客户名下所有个人借记卡年费和小额账户管理费 以往年度欠缴的年费也不要缴了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取消了一些收费项目 比如泡壶卡免收卡公本费 小额账户管理费 借记卡年费 相信会有更多的银行会跟进降费措施 让利于民 让储户受益 另外 如果你的银行存在民营银行 那就要注意了 部分民营银行停止收付现金了 其中3月1日起 辽宁振兴银行停办现金业务 4月1日起 北京中关村银行停办现金收付业务 这两家民营银行本身实体网点就少 停办现金业务 也是为了降低成本 更好促进电子银行发展 所以 这两家银行储户要取现金 就只能先转账到其他银行 再取现了 及时了解有关存取款规定的新变化 欢迎点击关注私之想之